加州 解除原地避难禁令后 回归正常生活 民众面临什么问题? 加州卫生官员预计 加州的疫情会在5月的6月间得到控制 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威胁仍然不会完全消除 因此 卫生官员建议 即使民众在未来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 也应在公共场所保持社交距离六尺远间隔 以防自己和他人感染病毒 而未来 人们出门佩戴面罩也会变得常见 一旦回归到正常生活 又有什么样的隐患?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 即使病例数得到控制 疫情消失 也可能并非是所有人同时回到工作岗位 而即便回到工作地后 雇主也都应该确保公司内 可以保证员工间的社交距离 而这就可能导致员工需要轮班 或是扩大彼此间的距离 另外 人们日后在搭乘公共交通时 也会担心车厢内是否拥挤 因此 湾区捷运BART和巴士车 又是否会增派更多车次 控制车内人数 又或是重新设计车厢内空间保持社交距离呢? 除此以外 虽然加州范围内学校本学年都不会重开校园 恢复校内上课 不过卫生官员提到 一旦学生的家长重返工作岗位 那么儿童可能面临被送往夏令营补习班等地方 因此 卫生官员建议应保障这类补习班 或是夏令营人数得到控制 而在人们经历长达两月的在家隔离后 再次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时 公共健康专家就建议不要急着举办大型聚会 因为这很可能导致再次爆发感染 这就意味着可能秋天前都不会有球迷现场观看体育赛事 歌迷不会前往现场聆听音乐会 而要想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面临的最大一个挑战还包括再次出现新病例 而传染病学家就表示 只要有充足的资源 同时可以迅速诊断 就可以立即隔离治疗新的患者 以防疫情再次大规模爆发 而在加州所面临的情况 仍有大批人现等大检测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